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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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会去给你们看啦 然后给你们意见 发霉中是太久没用了 好 协同学习情绪管理 这很简单 好 你再看喔 学习学习之情绪管理 这里面有 假设啦 这是A B 这是结果 这是所要知道的 的这个 应该叫做 结果好了 好 这是结果 我们用R 来代表好了 好 假设 A 这是B 这是结果 结果字有什么 有关系 有影响 有差异 对不对 好 那我问一下同学 抱歉 是我没关吗 抱歉 我忘记了 因为人家借我的 我的手机坏了 人家借我的 所以我就搞错了 好 听到这边 我问一下同学 假设这种关系 你看这题目 学同学习之情绪管理 A 是什么 B 是什么 R 是什么 这个题目 学同学习之情绪管理 A 是什么 B 是什么 然后有没有 R 是什么 或者说只有A 没有B 你看这题目 好 答一下啊 好 这个学同学习 还是学同是A 学同是A B 是学习 还是学同学习是A 还是学同学习是A 想一下 R 是R 你认为呢 你认为呢 是学同学习 是学同学习 是一起的 同样一个名称 还是学同跟学习 要拆开 贊成要拆开的举手 拆开解释的举手 贊成是一起的举手 一起的比较多 其實学同学习是一个名称 一起的 好,是情绪管理 情绪管理呢 其实它这里面没有A跟B之间的关系 它没有,它只有说 学童学习它的情绪管理如何 它可以把B不用嘛 不要写出来,它只有两件事情 但是第二件事情呢 实际上变成一个结果 情绪管理是一个结果 我只要了解说 学童学习反而变成一个对象 然后它的情绪管理 学童是一个对象 学童的学习 它学习怎么学的 跟它情绪管理之间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要硬是要把它变成 有AB跟R的话呢 A就是学童学习 B就是情绪管理 R是什么 R就是现在没有写出来 你要去对它,对应它 这个,它的动机是说 现今的教育体系中 学童情绪影响学习关键 为了探讨这个层面是否影响 所以我们希望来了解它 非常好,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叫做研究背景 那目的呢 好,来,你看它写得很好 学童对于情绪状管理 可能发生哪些问题 我要了解它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 它的目的就这么简单 但是非常中肯 贴切到回到它的题目 探讨当然有一些探讨 比如说几个文章 我们就不管了 它的方法是什么 它的方法是说 我用问卷调查法 用测验的结果 那什么叫问卷呢 问卷可能是 学童学习的方法是问卷 情绪管理呢 是用测验 这里面有两个用词哦 一个是测验哦 一个是问卷调查哦 我把它插掉 问卷跟测验 问卷本身是测验没有错 测验呢 其中一个说字问卷 另外一个是试卷 考试卷 测验 测验 很多 那我可以用一个测验了解 这个学童它的情绪如何 我用问的 那个问卷是专门在测验情绪的 你们知道IQ测验对不对 听过嘛 IQ多少 120啦 118 160啊 或这个天才到 不得了的啦 像我以前小朋友时代 我印象中我90都不到 我是那种让家里 伤心 或者让家里烦恼的人 90都不到 那是测验 那叫做测验 测验里面呢 是量测你的IQ 你的智力有多少 情绪也是一样 它可以测量你的情绪 到底情绪是属于哪一种状况 好 那它用测验 这里面讲说 问卷调查 可以了解什么 可以了解说 学童的学习的方法 是什么 然后呢 情绪管理是用测量 可以了解说 测量 是 情绪管理的状况 是好还是差 它预期结果 是让父母亲 了解情绪问题 并帮助同学做一个 开导或调试 这样就算完整了 这样的计划书呢 就已经达到 七八十分 七十分有了 如果大学部来讲 七十分就有了 好 这种概念 给同学们了解之后呢 我们 今天给同学一个 一个 说明 刚刚我用两个同学的范例 接下来 我再把另外一个 给同学看一下 我自己的 刚刚在哪儿 我 我自己的部分 我把它呈现出来 这是我自己把它做 我给你一个 叫做其中考试的提型资料 这里面来 我说明一下 我说明一下 第一个 我太小了 我看是双喵 我看是双喵 那些 那些 没有 讲 那些 在左面 按右近 這個部分呢,我們把它貼上 好,謝謝,謝謝同學幫忙指導一下 來,你看喔,我第一個提醒 專題製作或專題研究的目的有哪一些 這個講了,恩變了,開始上課就跟同學提了 第二個呢,專題研究的方法,大類有幾類 那這幾類有差異在哪裡,各類間差異如何 那第三個,假設說你要了解全家7-11 兩家電源的服務態度,你可以採用哪一種方法 那你舉出三種,那這三種呢,說明說 為什麼你現在用的是調查法 你為什麼用的是問卷法 你為什麼要用的是觀察法 你為什麼要用這個交點團體啊 或者什麼這個面談法等等 好,接下來第四題提的說 專題製作題目,你自己訂一個簡單的題目 然後呢,你寫出題目的名稱 名稱以後,研究的緣起,我先會寫得很清楚 研究的緣起就是為什麼要進行這個專題的理由是什麼 今天我對工作態度跟薪水的關聯性呢 我很感興趣,那我就寫說 薪資跟工作態度的關係的研究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寫 因為我發現,理由就是現在開始寫說 緣起就是說,最近呢 發現很多工作的人員的態度不是那麼好 我們到了這個區公所,結果發現呢 在問問題的時候,那些人都沒有笑容 都沒有什麼什麼態度都不是那麼好 或者我今天到了哪一個單位 或者到了哪一個,譬如說Seven啊 到這個全家,到哪裡 我發現怎麼會最近跟以前不一樣 這個員工的表情已經有點落差 我覺得這個題目對我,這個一定有關係 所以我對這個題目很有興趣,我要把它寫出來 那,目的三個以上 第一個我說,我要了解工作薪資 工作態度與工作薪資之間的關係是如何 第二個呢,我要了解說 不同的行業,是不是有 對那個工作態度呢,會有影響 第三個呢,就是不同的行業 對薪資的差異性到底是如何 第四個,也許說,某一個行業 我如果調整工作薪資 對工作態度呢,會有幫助 這個就是這樣,叫做他的研究目的 那有些哪些資料可以查 查的時候,譬如說你會列出來 圖書館的資料,或者在哪裡 政大有一個叫社會設施中心 或者說在哪裡,在這個 叫做什麼,國立國家圖書館 或者網路上面有很多我們的電子資料 都可以找出來 另外期刊,雜誌,還有論文 都可以去把這找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講,如何去找出資料 再來,那你這個題目 剛剛講工作態度跟工作的薪資 我要找出幾個構面或幾個因素 像工作態度呢,可能是叫做什麼 可能是環境的影響因素 可能是這個,叫做工作內涵內容的影響因素 或者說在薪資裡面有基本薪資跟津貼 這都叫做因素 那寫出適切的研究對象 假設我把剛剛那個題目,Seven跟全家 那我的對象是誰 我對象是全家員工,Seven的員工 還有一般的大眾 這才能夠對他有幫助,對不對 可採用的研究方法,我可以用調查法 我可以用觀察法來做 也許用別的方式 然後把剛剛講的那些東西畫出一個圖出來 什麼圖呢,自變相有哪幾項 依變相有哪幾項 像自變相呢,全家員工 員工嘛,員工不同性質的員工 第二個呢,可能是大眾嘛 那如果你覺得說,年齡也是很重要 那我把年齡加上去嘛 或者性別不同也很重要 我把性別加上去嘛 那一變相是什麼 一個是薪資,一個是工作態度 那薪資包括哪幾個因素 那個態度包括哪幾個因素 我把這圖形關係表達出來 不就好了嗎 最後呢,你寫出它的研究效益 我這個結果可以達到什麼效益 這就是研究計畫啦 很簡單的研究計畫 你可以寫成10頁20頁 你可以寫成3頁5頁 甚至於兩頁你就把它表達掉 都可以啊 這就是一種概念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不用抄,等一下我會給你 那你要上網 你可以上我的那個e-portfolio就有啦 我都放在上面,你們都可以抓 聽到這邊,那個藍少城,起來啦 我剛剛把這個整個呢 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其實到其中考以前 到其中考以前,我們的目標在哪 我講了那麼多,花那麼多時間 花那麼多時間,我們的目的就是說 把簡單的寫一個叫做研究的計畫 或者專題的計畫 每一個人要去思考 不是說像以前學長姐一樣 反正到了選個課 然後五六個人一組 大概其中一個人在那邊忙啊 兩個人在忙,不是這樣子 這個沒有意義 我現在把這一堂課已經花八個禮拜 今天第八個禮拜了 我把重點就是第四個重點 這是重點 你們可以做一個練習 你們可以做一個練習 我把這個題目給你們 當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平時測驗 課堂上的測驗 然後,你看題目我先發給你 我當做一個平時的測驗 平時測驗,你現在可以看一些資料 那我考試可能會用這個題型 稍微有一點點小變化 那你現在可以看任何資料沒關係 那個第四大題的第九題底下 不是有一個虛線嗎 虛線下面有學號跟姓名嘛 你們今天寫多少算多少 然後呢,寫完以後 底下不用抄題 不用抄題目 只要把題號寫上去就好了 然後呢,寫完以後 你把它撕下來給我 題目你可以保留 題目可以保留 要不然你就要上網去看 看我自己的題目 好,不夠這樣 好,來 如果可以的話 用自己的話去寫 不要看任何資料 那才是真正 我一直在講說 你要去思考 不要去交頭接耳 沒有用 要自己去思考 自己去寫 好,現在可以開始寫 好,謝謝 好,謝謝